傍晚 霞光起立 湖水淫泥 微风拂过坠满露水的滋烧 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心惊荡漾 一转眼 夜色拉开了帷幕 从一扇好似监狱的窗户向外望去 天色昏暗 阴冷 一如人的心情 游晴转阴 游热变冷 仿佛在梦中 一辆自行车的孤路转呀转呀 像迎风飞舞的风车一样 父亲用自行车载着孩子在乡间的田野中烂漫骑行 孩子的眼中充满天真的满足与快乐 只是渐渐的 车子的速度越来越快 卤越来越陡 一个猎切 车子便像倒栽葱一样摔到了地上 梦醒了 受到惊吓的孩子 失了魂地望着空无一人的房间 喘息未定 孩子的小名叫阿宝 窗外 是熟悉的景色 熟悉的好像随时都会失去一样 阿宝沿着扶梯走下来 看到妈妈阿莲联定一人坐在餐桌上发呆 似有心事 见阿宝下来了 阿莲赶忙吆喝她吃丰盛的早餐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 阿宝接起电话 却发现 电话的那边沉默不语 她不做多想 挂上了电话 临出门前 阿莲给了阿宝一些钱 说是作为她的生日礼物 可阿宝却说 自己的生日是在下个月 阿莲说 没关系 在等待校车的间隙里 阿莲又让邻居给自己和阿宝拍了一张合影 然后 目送阿宝上车远去 种种反常的迹象端是让阿宝心生不安 她赶紧让司机停车 然后跳下校车跑回家中 却发现 妈妈正在收拾行李 似乎准备离开家 阿宝怕自己劝不动妈妈 便急忙去饭店找正在上班的爸爸阿胜 告诉她 妈妈准备离家出走的事 阿胜先是给家里打电话 发现没有人接 便立马以光速跑回家 此时 阿莲挣脱着行李 欲要上出租车 阿胜一把上前拽住她不放 硬生生把她从车上拉下来 阿莲这才死心回到家里 阿胜问阿莲为什么要离开 阿莲说她很累 不想再和阿胜过穷困日子 这时 饭店来电话让阿胜回去工作 阿胜在电话里将对方抽骂一顿后 又把阿莲拽进屋里锁起来 并让阿宝在家看着妈妈 一直到半夜 阿胜才回家 并带来了宵夜 她打开门让阿莲出来吃饭 阿莲只是在餐桌上坐了一会儿 便又回屋去了 无论阿胜如何想和她交心 她都决绝地敷衍着 也许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 阿胜说要带阿莲和阿宝出去旅行 阿莲拒绝了 她说吃饭要花钱 可阿胜现在没有钱 阿胜嘚瑟地从钱包里抖落出几张大钞 阿莲说 那还不如去把债还上 她说每次阿胜被人催债 都是她拜托熟人帮忙才托难 阿胜瞬间兼目不语 阿胜问阿莲是不是不爱她了 阿莲说 是阿胜不爱她和阿宝了 阿胜为了证明自己对妻儿的爱 立马从厨房拿来菜刀 赌事不再赌博 否则就用菜刀砍断手 阿莲惊慌地阻止了她 即使是这样 阿莲的心似乎也无法再改变了 或许 她已听惯了太多这样的谎言 果然 阿莲最终还是趁着阿胜带阿宝出去旅行的奸细 逃离了这个家 再也没有回来 阿胜和阿宝回家时才发现 阿莲已咬无踪迹 只留下一封信 阿胜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粗暴地摇晃着阿宝的小胳膊 愤怒地将信封撕毁 阿胜先是去邻居家 敲门询问阿莲的踪迹 而后又跑到阿莲工作的酒吧寻找 人们皆说没有见到阿莲 无奈之下 阿胜只好去报社登陆寻人启事 但找到阿莲的希望 依然如真坚一般渺茫 几天后 阿胜见到了阿莲的老熟人侠姐 她向侠姐询问阿莲的下落 侠姐说她也不知 并说阿胜身在府中不知福 让她回去好好反省 半夜 阿胜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家里 躺到在沙发上骂骂咧咧的 此时阿宝走到了她的跟前 父子两人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 阿胜忽然鼻子一酸 一把搂过阿宝 将她的脑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甭溃大哭 似恳求一般 让阿宝不要离开自己 生活的打击已让她对周围的一切 丧失了行刑 又到了阿宝该交校车费的时候了 阿胜却推辞说没有钱 等校车来了的时候 阿宝站在家门口不知所措 他知道 司机师傅一定又会催他交钱了 果然 当司机师傅得知 阿宝又没有带钱时 中途便勒令阿宝下车 不过最后 还是因为心软 重新把阿宝叫了回来 原来阿胜没钱的原因 是他又去赌博了 讨债人来到阿胜工作的地方催债 阿胜有气不敢撒 只是为诺 等到讨债人离开后 阿胜才回到工作的地方 当他拿起菜刀准备切菜时 同事提醒他小心点 此时 阿胜正巧一肚子气无处撒 他以为同事是在嘲讽他 便拿起菜刀恐吓同事 最终 他被解雇了 一次 阿宝在同学家里做作业 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浴室的地上 有一块手表 阿宝捡起表 看了一会儿 没有人知道 他想了什么 晚上 因为没交电费 阿宝便点起蜡烛照明 这时 讨债人来到家门口催债 阿宝赶忙吹灭了蜡烛 闷声躲着 讨债人以为 阿胜不在家 便兴兴离去 这时候 阿胜才慢慢从房间的角落里走出 当他开始抱怨起生活的艰辛时 阿宝将早上在同学家看到的那块表拿了出来 几天后 阿胜带着阿宝搬离了那个是非之地 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阿胜家的对面住着一个神秘女子 似乎总是白天回家 夜晚便不知所踪 一天 那神秘女子偶然误入阿胜家里 看到阿胜后又急忙离去 出于好奇 阿胜扣响了女子家的门 说是想和她做个朋友 谁知 那女子并不避讳 居然主动引狼入室 慢慢的 阿胜和女子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他们一起逛街出游 却冷落了阿宝 为了吃开阿宝 阿胜让阿宝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然后便和那女子到别处逍遥去了 阿宝手里虽攥着电影票 内心却感到十分失落 但情人终究只是交易关系 为了赚钱 阿胜当起了老宝 帮那女子招客户 而他自己则赚取中间商的巨额差价 这导致了那名女子的不满 阿胜说 他也是没办法 因为他还有阿宝要养 女子说 阿宝可能也不要他了 这一下触到了阿胜的底线 他立马撕破脸 叫嚷着让那名女子滚出去 彻底与女子撕破了脸皮 阿莲虽然离开了 却一直心吸阿宝 一次 他托邻居帮忙把阿宝送到他家的车站旁 然后亲自到车站接阿宝回家 在与妈妈的谈话中 阿宝得知妈妈已再婚 且他即将要有一个妹妹 不过这一切 并没有让阿宝感到欣喜 反而加重了他的孤独 妈妈终究成为了别人 现在能够与自己相依为命的 只有父亲了 晚上阿宝回家后 阿胜粗鲁地掘着他细小的胳膊 只问他去了哪里 阿宝说他去找妈妈了 并把妈妈再婚的事告诉了阿胜 阿胜不断追问那男人是谁 阿宝说不知 情急之下 阿胜省了阿宝一记头力 阿胜又问 那男人是否比自己好 阿宝回答说 那叔叔很像阿胜 且对妈妈非常好 阿胜若有所思地看着阿宝 心中似在盘算着什么 第二天 阿胜便和小姐说 她决定去英国打工 让小姐联系阿莲 来将阿宝带走 等她有钱了 再来接回阿宝 只是天又不测风云 在阿胜离开的那天晚上 讨债人再次找到了阿胜 他们将阿胜痛作了一顿 并打断了她的腿 由于腿伤 阿胜的英国之梦彻底扑灭 阿胜重新回到了阿宝身边 只是这时 她已成为一个残废 五角不成书 房东也在这时过来催缴房租 无奈之下 阿胜只好将阿宝之前 偷的那块表作为抵押 这也渐渐助长了 她的另一个想法 偷窃 从那时开始 阿胜便带着阿宝 四处偷东西 我们时常看到这样一幕 父亲在外面望风把守 儿子进屋去偷 事成后 父子二人一个不顾一切地 迈力奔跑 另一个一瘸一拐地发奋追上 因为偷东西时 主人们大多都不在家 所以很容易得手 手表 项链 金银首饰等 都被父子俩收入囊中 起初 阿宝有些迷茫 他知道偷窃是不对的 但是当父亲 又多分给他一分钱时 他立马戏脚言开 什么烦恼与不安 统统抛之脑后了 阿胜发现 偷东西远比他 贫死贫活工作 与赌博来钱快 便利欲熏心 开始训练阿宝 偷一些贵重物品 阿宝是非不分 渐渐误入其途 一次 趁着月黑风高之际 阿宝在阿胜的缩始下 潜入一户有人的屋子里 愣是在屋主人眼皮底下 把桌子上的金条项链扫走了 屋主人没有追上来 父子两人惊慌又兴奋地 逃回了家 却意外发现 金条是假的 阿胜狠狠地训斥了阿宝后 愤然将金条丢出窗外 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天气里 父子两人因为没有伞 而坐在停车停避雨 阿宝告诉阿胜 说他不想再偷了 他怕坐牢 阿胜安慰阿宝说 他会保护阿宝 其阿宝是小孩子 不可能会坐牢 阿宝说 他可以帮阿胜打工 阿胜起身沉默了一会儿 问阿宝 是否愿意去跟着妈妈 显然 阿宝没有同意 虽然阿宝依然愿意跟着阿胜 但他对偷窃一事 变得畏畏缩缩 这让阿胜十分苦恼 为了鼓励阿宝去偷 他抓着阿宝细小的胳膊 出谋划策说 只要阿宝早一点藏进柜子里 等屋主人睡着后 再出来偷 就不会被发现了 天真的阿宝 再一次相信了父亲 晚上 阿宝偷偷溜进一户有钱人家 躲进了衣柜中 原本藏得很好的阿宝 在得知这户人家的孩子 患上了不知之症时 再也忍不住愧疚与悔恨的泪水 他在衣柜里小声抽泣起来 哭声很快惊动了屋子里的人 他被发现了 此时外面的阿胜 看形势不对 便赶紧冲进来 说是小孩精神有问题 才跑来这里的 在他不断打圆场后 总算满天过海 可是 这却让阿宝感到心灰意冷 他觉得父亲欺骗了他 于是 他索性决定 暂时离开父亲 阿胜到处找不到阿宝 心机如焚 但偷窃已成为 他的本能与习惯 当他正伺机跟踪 一名持包的女子时 阿宝出现了 也许是父爱与愧疚之情在作怪 阿胜说 不会再让阿宝去偷情了 阿宝相信 这次父亲没有骗他 父子二人一起来到湖边 夕阳的雨灰 映照在湖面上 湖水波光淋漓 似洒满了碎金屑一般 同样的风景 在父子二人眼中 却不尽相同 阿宝透过头顶的天空 看到了若隐若现的星辰 他的脸上浮起了 灿烂美好的笑容 然而对阿胜来说 这美景不过是冷血残阳 闪闪迟暮罢了 他背过身去 倔强的仰头 不让泪水落下来 爸爸 星星好漂亮啊 阿宝说道 到了晚上 父子二人在大街上游荡着 阿胜蹲下身 对阿宝说 他明天便去找工作 阿宝也应该去上学 誓言总是如梦一般 美好到令人难以置信 誓言也是极其脆弱和易碎的 果不其然 当大街上的灯 如叹息一般灭了之后 阿胜依然宠敲就业 头心不改 他如条件反射一般 连梯带打地逼着阿宝 去究竟的一户人家行窃 即使阿宝千般万般不愿意 也拗不顾父亲 走了几步后 他盲人回眸 父亲却如入了磨念一般 催促他进去 阿宝再次变成一具偷窃机器 他按照父亲曾经训练的那样 只抓最值钱的东西 只是这一次 上天没有再眷顾他 屋住人将手电筒的光 无情地打在阿宝脸上 小贩人被当场抓获 一瞬间 痛骂声 哭声与求饶声 交织混响 惊得解放四邻都来看 慌了神的阿胜不知所措 群寻不前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懦弱到不敢上前 袒护自己的儿子 只能眼睁睁看着阿宝 被打得奄奄一息 并被送入警察局 最终 阿宝被送入了少官所 当阿胜来看望阿宝时 阿宝的眼神里 充满了不甘与怨怒 他像一只丧心病狂的野犬一样 扑到父亲身上 咬下了父亲的耳朵 这时 阿胜再怎么悔恨 也来不及了 他满载自责愉快 久来到湖边 冰冷的湖水 寂静的草木 似乎都在无言地嘲笑着他 多年后 阿宝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地方 他把偷过的东西 一一物归原住 欢乐的不只是物品 还有那份良心的负债 他听别人说 父亲阿胜把家搬到了湖边 并在那里成家立业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阿宝来到湖边 看到河对岸的父亲 正在和他的家人在散步 父亲没有看到阿宝 他只是朝着另一个方向 渐行渐远 往昔的片段 顿时像放电影一般 在阿宝的脑海里 交错闪现 一别多年去 今朝泪满衣 世事多翻覆 亲恩无处留 白发生心恨 情山亦旧歌 何当共归家 江上看杀欧 难离难舍 想抱紧些 茫茫人生 好像荒野 如孩儿 能浮于爸爸的肩膀 哪怕 遥遥长路多些 父亲阿 或许只有在梦中 我才能 重有投入 你的怀抱 才能笑着 坐在单车后座 才能让风车 不再堕落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